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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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加点小知识 右边加点小知识 让我们一起 RollJub 大家好 我是苏文颖 哈喽我是蝉虹 今天呢我们来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SS2 SS2呢是在KLY圍其中一个小的一个community 然后今天我们来到这边的原因是因为 你看到了什么 哦 榴莲 榴莲 这个味道咧 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彦桶你喜欢吗 超级喜欢 为什么 超香的 因为很好吃 而且每个品种的味道都不同 OK 那我咧 我也是喜欢榴莲的味道的 特别是我喜欢猫山王那个最浓郁 最甜 然后Texture最好吃的那种味道 每次来到榴莲季节的时候咧 我觉得就算猫山王很贵 所以我一定也会吃最少一次 对 而且我们很多时候是吃那个氛围 榴莲季节的时候 马来西亚啊 去我们家里是一定会有很多 罗里啊 或者是很多档口吧 榴莲 然后家人他们可能会买很多 然后我们就整个family 十几二十个人就在一起吃榴莲 那马来西亚呢通常它的榴莲季节 大概是每一年的五到八月 然后还有十一月的到一月 但是呢 现在因为榴莲的那一个 demand 越来越高 我们现在其实全年在马来西亚 都是可以吃得到榴莲的 只是看那个产量多或者是少 但每一次到那个榴莲的季节的时候咧 大家都会来到这种主要吃榴莲的一个地方 就是SS2来挑选自己喜欢的榴莲品种 或者是吃榴莲的Buffet 然后如果不是榴莲的忘记的时候 当你还是很想吃榴莲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来到SS2来看 我们有什么榴莲可以挑选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到其中一个档口 就是这个榴莲季 来吃 来选我们想要吃什么榴莲 然后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有什么榴莲的品种 那事不宜迟我们就出发吧 Let's go Let's go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选我们想要吃 今天要吃的榴莲的品种 那我现在请到我们这里的老板娘 来为我们介绍一些榴莲的品种 那大家都知道 在马来西亚最出名的榴莲品种是那个猫山王吗 但是除了猫山王以外 还有什么榴莲品种是我们可以尝试的 然后我们不知道它的特点是什么 那现在我们就请Evonne来为我们介绍今天 我们这里有在橙色的榴莲咯 那我想问这个D13啊 D101啊 或者是D175啊 它的分别到底在哪里呢 我其实D13101 等于我是它的名称来的 每一种榴莲都有它的名称 现在是 还不是讲这就是大的季节 大的季节是在八月到八月中 来零了 所以D13 假如不吃榴莲的人 你必须一定要给它吃 那个味道会比较淡的 就打个比方 你吃D13 D12101 D13就是Bugging 第四就是红霞 够税的话 没有吃过黑刺的人 他会品尝黑刺 你吃了黑刺之后 才来吃猫山王 因为猫山王的味道是特别的重 所以它会把所有榴莲的味道都盖了吧 假如你吃了猫山王 吃回其他的品种的话 你会感觉到我的自家榴莲不好吃 好 那今天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尝试 那个猫山王还有黑刺 黑刺的话呢 它是今天所有的榴莲里面 那个价格最高的 但是它为什么价格最高 是因为它的产量是最少 然后它的那个肉质 也是算是比较特别一点的 但猫山王贵的原因呢 也是因为它的产量也是偏少 然后它的那个味道是最浓郁的 所以这两个的榴莲的价格 是比一般的榴莲还要再贵的 就好像你看现在它大概1kg 大概可能就要88块 然后黑刺是1kg 98块 那我们今天就来尝试看看咯 你看我的刀手 它开锅 你看它会摇摇 感觉到这个火锅了 感觉到这个火锅了 可以看看咯 可以看看咯 我拍它这样切 OK 哇 这个都是可以吃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吃吃这个猫山王 那猫山王是我们普遍大部分人都很喜欢的口味 所以是因为它的味道很浓郁 然后很甜 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 然后它的特色是它的果仁比较小颗 对不对 代表它的肉比较多 对的对的 饱满 那现在榴莲的话 为什么有些人吃到它感觉到 为什么竹子会看 假如是有气果源了解榴莲 现在是怎么样做齿的感觉 它是以第24个枝 和猫山王的枝 过枝 我们叫过枝 所以有时它的竹子会大 有时会小 现在不一定表现 就是小小的 刚才你吃了黑刺对吧 现在你就品尝一下猫山王的 口感是不同的 好吗 好 好 我拿一个 这个就好了 来 那猫山王叫猫山王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猫山王的原因 它是有一个故事的 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故事 我也是大 我记得我有上网查过 就是我有做功课的 那个猫山王叫猫山王的原因 是因为 Mu Sang是指马来西亚的果子里 然后就是 以前这个榴莲刚掉下去地上的时候 它就会拿这个榴莲 拿去给那个在笼子里面的果子里闻 如果它闻了很兴奋 就代表这个榴莲的香气是非常浓郁的 证明这个榴莲一定会很好吃 所以这个 被收那个果子里很 证明到很好吃 然后弄到它很兴奋的那一个象征 就证明这个果是很好吃的 所以这个品种就特别的出名 然后当然也有是因为上网查了 有一个商家他就把了 他拿了一箱榴莲回去中国 然后给人家品尝好过后 很多人都非常的惊艳于 这个榴莲的浓郁的香味 所以这个品种就受到很多国外的人的认识 这样咯 所以这个榴莲就在香港啊 中国台湾都非常的出名 来我们试试看这个东西的味道 吃吧 很不一样诶 它的口感是很creamy 嗯 但它也是很甜很甜 然后它的那个浓度大概是我吃 其他那种比较无名榴莲的那种 好几倍的浓度咯 嗯 因为现在也不大苦对嘛 你现在品尝这个猫王是不大苦对不对 可是还有那个甜味 你现在会后劲的一个甜味出来 就是你咬第一口下去 然后只要有另外的香味再出来 嗯 超好吃对吗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开心 那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就跟老板娘问了很多关于榴莲的问题啦 那大家可能也会很好奇 为什么我们这边有野水叻 对 嗯 嗯 那有野水的原因啊 也是一个比较现代人想用榴莲的一种方式 好像刚刚我有提到 我们以前在家里比较东克吃榴莲的方式 就是你吃完榴莲之后 你在榴莲壳上面倒一杯水 然后你加一点盐巴 然后喝掉那个经过壳的水 来解你的热气 因为榴莲是一个很燥热的水果 非常热气的水 所以它才叫水果之王嘛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边叻 我们也有提供了野水 就是为了让你吃完榴莲过后 避免你吃了榴莲 头龙痛啊 或者发热气 你就要吃榴莲 你就要喝这个野水来解热气咯 变凉的东西 对 好我们来吃 继续吃我们的榴莲吧 这一个很特别的 来鸡匠 你先看看这个 那你们去驾 你们哪里都可以 你去找哈 去找哈 加油 加油 哦 哦 哦 你太多了 差多一次 哦 可以可以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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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啊 哦 好啦 那我们今天也尝试过 我们的榴莲啦 然后也喝了野水 吃了那个 榴莲 榴莲 那燕童 你最喜欢吃什么咧 可能是猫山王啊 我也最喜欢吃猫山王 嗯 好那香港的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 记得要来马来西亚吃榴莲哦 然后你也可以来这一间 呃 叫 第一流 第一流 Dewian King 的这一个 在SS2的分行 或者他们也有其他的分行 可以来吃榴莲哦 然后 你看我们今天 呃 虽然没有把我们的榴莲吃完 但是那个店长 Evonne也是很贴心的 帮我们做好这个真空包装 这样你就可以拿回家吃 但是香港的朋友 记得不要拿回去hotel吃 要不然会被罚款哦 那我们下次就在一起罚假猫 拜拜 拜拜 吃榴莲哦